我国武装部队将把一批原道救援物资送到老挝、缅甸和越南 给当地受台风、摩羯影响的民众 这些物资包括茅场和餐包 来自武装部队的现有库存 当局还整合了我国各组织提供的物资 包括新加坡红十字会和新加坡明爱会 台风摩羯越出登陆东南亚地区 引发洪水和土崩 有2000多万人受到影响